cycle 这个字的母音在Y Y发成I的音 整个字只有一个音节 我们念成cycle cycle 那cycle这个字当作名词叫做循环 但这个字如果同学有印象的话 他其实这个字同学以前就背过了 这个字念成bicycle 那bicycle大家知道 它就是所谓的脚踏车 就是单车的意思 那cycle这个字 它其实从另外一个字它是相通的 这个字我们中文念成circle 那circle的意思 原本就是一个圆圈 一个集团一个圆圈 所以你会发现cycle跟circle 其实它的母音 它只是把ir把它改成y之后 它的意思圆圈是不是一直转 一直循环呢 好所以讲到cycle这个字 还有另外要补充这个字 就是recycle 那recycle的意思就是回收 让我们的资源可以不断的循环 是不是就再一次的循环一次呢 我们知道re是再一次的意思 所以recycle就变成了回收的意思 我们看例句 an essential step in the natural recycle is when frui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the seeds inside grow into new trees an essential step essential我们之前学过了 它的意思就是必要的的意思 必要的英文就念成essential 一个必要的步骤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in the natural cycle 在一个大自然的循环之中 in the natural cycle 这样子的必要的阶段 is 是 是什么呢 由when所引导的一个子句 when fruit falls to the ground 当这个水果掉在地上的时候 and the seeds inside 里面的种子 好所以这边呢 其实它省略掉了两个字 就是which are inside 好就是呢 在里头的种子 grow into new trees grow into 指的就是长成的意思 成长成为新的数字之后 这呢 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循环 好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cycle 名词循环 明镜与点点栏目